好,今天出發去搭由U3轉U4 Harligenstadt 上車先 接著去看多點關於貝多芬的東西 還有去Win about 維亞納森林 我會搭這條綠色線 接著去看藝術家製造的回收垃圾站 然後再去看貝多芬的上班時籍的東西 這條綠色線 基本上一出這個 Spitalo這個站 就會見到這個 焚花爐 由白水先生 Wonderwasser設計的 看它的外圍 它的設計特色就是出名 沒有直線的 全部都是曲線 因為大自然是不會有直線的存在 那這個垃圾焚花爐呢 就出名環保 維亞納有三分之一的垃圾 都是經這裡處理的 每年有二十五萬噸的垃圾 接著就是維亞納市長 好朋友的時候 白水先生就 幫忙簽計了 那我就在 Belforddale 裡面有看過幾種幅畫 我稍後會再去多一次 白水那個 藝術村 去它的博物館參觀多些 了解多些關於它的時跡 哇 在這個角度看呢 你一眼就這樣看 你不覺得它是一個 垃圾焚花爐 像是一間很有藝術感的 高樓大廈 可以進去玩 好朋友 今天 我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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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鋪燃燒器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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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呢 都有很多環保的概念 除了這些單車 很顏色的單車 在這裡 都寫著說會用這些 綠色能源 Glundstrom Green Electric Energy 如果是德文所說 在這裏 我應該看到最漂亮的 一個 垃圾焚花爐 焚花廠 燃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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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很冷的 每天都會 所以 我來這裡 走路 然後 看看 門口 因為 我可以進去 如果我預約一個 旅程 它真的搞到 好像有點像 觀光塔 多於像垃圾站 這座大廈寫著 Fan Farm 應該是 District Heating 那意思 連這裏的柱 都是 然後 這裏 有一句口號 就說 也得名的 Energy Gives Direct Ums Egg There's a lot of energy Around the corner 關了 可能有機會再來 好 參觀完這個 垃圾焚花爐之後 之後 我現在 再搭一個站 去這個 Hirigen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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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igen就是 Holy City 那裏有很多 跟 貝多芬有關的事跡 以及 這些景點可以看 我多等 三分鐘 便有車 下車來到 這裏有個2月12號廣場 出去看看 看看本來有說什麼 這裏 不知道什麼特別的事 一出這個地鐵站 一看到 這裏有一間 靠馬克斯命名 馬克斯命名 馬克斯命名 的 主人 然後 外面這裏 就 一個公園仔 現在去找一下 有一個地方 叫做 Beithoven Gang 走20分鐘 沿著這個MAC 就可以了 我在等車的時候 又見到它 出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車 然後 這個廣場 之前就叫做 馬克斯廣場 卡馬克斯 2月12號 因為 我看了歷史書 關於搞革命的事件 在1934年2月12號 就所有那些電車 為了 霸西 我看到 我唱一件事 不知道什麼叫做 February Fights 遲了兩、三日元 有興趣的 就可以自己Google再看多點 那 剛才呢 這個 Strasenbarn 有賴屎 出了一個 accident 我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出現這些問題 幸好 對面那位女士 跟我聊了一個題 我說 哇 你還是沒有今天去 反正 所以關了我 改過第二天再來 反正即興 去看看有什麼看 我現在乘車回到城裡 再找些東西 今晚九點看球 意大利對西班牙 阿 Gordon Plus 瑞典人廣場 瑞典人廣場 今天就 1919年 命名的 這個 維俄市政府 因為 因為感謝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瑞典的幫忙 所以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為Sweeden Plaza 這裡就是夏多佬河街 這裏是Krangian House的Balm Hattigam Road 是一間醫院叫Mercy Brothers 我現在打一船去那邊看看 下去下面看看 然後這裏有一個不同的餐廳 這裏有一艘船叫做藍色多佬河 Rudanubi 然後橋底的Graphite 很漂亮 現在是大家在家裡 適合的餐廳 現在也是在家裡 長期間 在家裡 一個家裡 也在家裡 有個家裡 還在家裡 有很多家裡 還在家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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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